1、2、3 来 在北捷猫缆中心主任黄志明指挥下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长陈时辉 及旅行社业者共同举起 实际体验支撑猫空缆车运行缆线的重量 这里是猫空缆车维修储车区 让长达4.03公里设有25吨座 国内最长缆车线 能够正常在于旅客上下木炸猫空地区的秘密 就在这里 我们的缆神在站间原来是靠什么 我们的塔柱把它撑着 我们的塔柱从山下到山上 总共有25的动作 25 这个地方是我们缆车 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要把它回送到这个除车区里面 来做一些清洁维护跟保养的地方 除了了解猫空缆车运行原理 如何维修保养 以及踩L型路线的原因外 目前只开放学校预约导览的 帽空缆车维修储车区 还设有节省区 想让参观学生学习到更多知识 收获满满 我们提供给国小 国中还有高中的小朋友 可以用班级的形式 来这边进行校外教学的导览 那校外教学的这经费非常的划算 我们因为在推展年 每个小朋友其实来回的票价 包含导览只需要100块 那如果说老师的班级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清寒的小朋友 没关系在到达现场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那个小朋友是可以免费的 提供这些服务 我们这里面 把我们110年换缆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尊贵的一些缆绳 把它保留下来 例如说刚才看到了 我们举缆绳的这一条是 我们脚接在一起的缆绳 两条之中的其中一条 那还有一些缆绳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旧的缆绳 也把它拿来做一些 简单的绳结 我们为什么要简单的绳结 因为其实我们在高山作业 时常需要一些吊挂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 学会一些基本的绳结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提供给 小朋友认识一些基本的绳结 在今年疫情解封后 暑假前刚完成年度大修 恢复云运的猫空缆车 搭乘人数也逐渐回流 尤其外籍游客比例大增 很获好评 我感激烈 因为我永远没有住在 大增加河空缆车 109年疫情之后 其实国外的观光客就很少了 那一直到了今年的年初之后 边境开放 我们的观光客开始越来越多 那现在大概差不多两层到三层 是国外的观光客了 反而国内的游客 也没有 也恢复到108年之前的那个运量 所以我们今年的运量 其实是非常的好 除了鼓励学校到猫懒进行校外教学 暑假期间猫懒也推出新光票活动 每天下午四点后 由猫懒动物园站搭车的旅客 可以享一趟50元的优惠 欢迎国人夏季傍晚来猫空搭乘缆车 在美丽的山林间享受清凉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